在古代人类的生活资源有限,为了争夺资源,时常会爆发一些战争,那时科技不够发达,人们用的武器主要就是刀剑等冷兵器,为了增强大刀的威力,古人根据自己的经验跟智慧,会在大刀上装铁环,我们的史学家们经过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并表示,在古代要是遇见刀上有九环的人,那可得赶紧跑。 这里是史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。 据考古推测,刀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定位人类使用的工具,它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百六十万年。 古人对于刀,往往评价它为百兵之王,百兵之胆,当人类还处于石器时代的时候,人们用石头或者棒,兽骨等工具,经过仔细的研磨,让其变得锋利, 以用来研磨跟防身,这就是最早期的刀。 后来,随着人类的不断探索跟发现,逐渐的掌握了冶炼金属的技术,于是,像是铜器、铁器、钢器逐渐的被人类利用起来,并制造成了刀具。 随着刀具被广泛的使用,人们根据其不同的用途,将其在形状跟功能等方面,不断的做出了改进。 刀自从被发明以来,就被人类运用在了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。 像是砍柴、抵御野兽,刀都起到非常不错的作用,但是要说最离不开刀的场合,就是战场。 古人解决问题的方式往往比较简单粗鲁,直接来场战争,让战争的结果来说话。 这也导致了古代的战争频繁,刀的质量对战争的结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,这也是刀一直被人类更新改进的原因之一。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里面,刀作为武器被历朝历代不断的更新换代,其中有一种装有铁环的大刀,让人看到之后格外的感到好奇。 其实在刀身上面装上铁环,这样的刀最早在我国的汉代就有出现过,在汉代有一种刀叫环狗刀,这种刀的背部是直刃的,刀被比较的后,自汉代以后,这种刀成为了战场上通用的战刀。 到了清朝时期,这种装有铁环的大刀,又名大环刀,是战场上步兵所用到的武器,大环刀的刀长大约有三尺五寸,刀柄长七寸,挺长两尺八寸,宽长四寸。 大环刀的主要特点是,其刀身厚于普通的刀,所以大环刀非常适合用一朵,一刀就足以斩首,另外,大环刀的刀背上会有几个数量不等的铁环,一般两个铁环之间的距离为三寸五分。 刀背上有几个环,那就会被称为几环刀,另外,大环刀的刀尖不平,不朝前凸,刀柄比较细,但是弯度较大,刀柄的后部有个刀环,大环刀的刀背上那些铁环。 也不为了让它响,更不是为了让它漂亮,设计者这样设计完全是为了增强刀的使用效果,并且经过仔细分析,大家会发现,这样设计确实是有着一定的科学道理的。 首先,使用者在使用这种大环刀时,随着刀的向前挥,刀背上面的铁环也会随着向前倾,这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,就是增加了刀的力,使得刀的刺杀力更加的强大。 同理,当将刀向回收的时候,刀背上面的铁环又会跟着回来,这又会增强刀的后挫力,也让也是起到了一个增加其杀伤力的作用。 另外,大环刀的刀环还具有减震的效果,大环刀的体积比较大,重力也大,但是,设立者在它的刀背上装上铁环,铁环就能够起到负白减震的作用。 就像人类现在所用的许多机器,人们为了降低其冲击的负白,会将它做成多组的连杆,其实,这样的设计跟大环刀的铁环是一样的工作原理。 在打斗的过程中,刀背上面的铁环肯定会因为刀的挥舞与刀发生碰撞,这种铁与铁的碰撞所发出的声音,能够给对方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,或者说是能够干扰到对方的思想, 让其不能专注的使用自己的招数,当然,因为铁环发出的声响,也导致铁环刀一般仅用于个人。 在战场上,铁环刀的响声不利于持刀人去偷袭敌人,大环刀当中,比较常见的是六环刀,七环刀跟九环刀,对于什么样的人用几环刀也是有讲究的,大环刀还有一个显著的作用,就是可以用于习武者进行刀法的磨练, 对于习武者来说,刀法讲究的是人手对于刀的力度,以及个人对于刀身的控制,能到做到将刀拿在手中,跟自己的动作合为一体,将招式做到行云流水。 所以,对于那些出入门的学徒来讲,他们所用到的刀背通常是没有铁环的,但是,随着他们的武艺越来越精进,他们手里所用的刀,刀背上面的铁环会越来越多。 对于那些使用大环刀的习武者,如果他们能够做到,当想要停刀变招的时候,刀背上面的每一个铁环都不发出声音,就证明,此人的刀法非常的高不可测,所以,能够用上九环刀,就代表着此人拥有着绝对的实力。 这使得,在对决的时候,九环刀的使用者更加容易在气势上就压倒对方,喜欢霍元甲的人一定看过影视作品当中。 霍元甲与秦爷的那场巅峰对决,在这场对决中,秦爷所用的武器都是刀,其中,霍元甲所用到的是刀是晚清时期,比较常见的牛尾刀,秦爷所用到的刀,则是大环刀当中的极致,九环刀。 虽然这场战斗以霍元甲的胜利而告终,但是这样的结果,全靠霍元甲的个人实力为支撑,也为他所用的那把牛尾刀,在打斗过程中,曾经被秦爷的九环刀一刀就拦腰截断,可见,仅仅从刀的韧性来讲,牛尾刀就跟九环刀完全没有合比性,大环刀的重量很重,并且看上去很凶猛,那些使用大环刀作为武器的人往往个性也比较凶残, 曾经有史学家风趣的说道,假如你穿越到了古代,看到使用九环刀的人一定要赶快跑,其实也是因为,大多数使用九环刀的人都是杀人不眨眼。 至于他的第三个都市,是最狠,也是最被人所不理解的,冤枉他的明明是张灵和官府,天下大汉害的可是全城百姓,他为啥要这么做呢? 其实这也是官汉清对人性的一个思考,一方面,豆娥在被驱打成招,行刑之时,全城百姓都是一看热闹,嘲笑的态度来为官的,没有一个人来为他说话。 豆娥和婆婆向来口碑很好,他有没有犯罪,这些邻里邻居的难道不知道呢?可他们却无人为他发声,有时候加害者是伤害,冷漠的围观者何尝不是一种伤害呢? 正是对这些看似无辜的冷漠围观者,感到了深深的绝望,所以说,官汉清想要借用豆娥之口,发下这个誓言来警示众人,不要做一个冷漠的旁观者,当然了,另一方面全城三年干汉,也是对当地官府的一个惩罚,历经三年的干汉,当地的粮食将会颗粒无收,官府也将无法再从百姓的手中捞取好处,而且皇帝还会怪他治理无方之罪, 所以无论是出于现实考虑,还是出于人性思考,豆娥这第三个毒誓,都发得恰到好处,这也是官汉清的厉害之处。 在面对天大的冤屈,豆娥先是相信了官府,没成想官府不但不能够为他洗清罪名,还与恶人一起勾结,将他送上了断头台,无处深渊的豆娥只能够寄希望于天地鬼神,可见在黑暗的社会下,当时的百姓处境非常的悲惨, 有这种思想并不奇怪,但正确的方法是徐须途之,朱允文却选择在没有准备,没有前奏,甚至没有策略的三无情况下,匆忙实施削帆,一刀砍到叔叔们的大洞脉上了。 不仅如此,朱允文的削帆手段十分残酷,帆王侯爵直接被废。 也为庶人,还会被流放到偏远地区,永远不能回朝,燕王朱棣乃是洪武年间帆王势力最为强大的一个,也是朱允文最为忌惮的对象。 为了震慑朱棣,朱允文决定杀鸡景侯,先行处理其他几个势力较弱的藩王,最先被处理的是第五子朱祖。 也为和朱棣义母同胞,所以最先对他下手,直接派遣李景龙以戍边名义包围王府,将朱霄贬为庶民之后发配云南,朱允文当皇帝的第一年, 湘王朱伯,带王朱贵,其王朱父全都被打倒,其王和湘王被冠上谋反的罪名,前者被囚禁,后者自焚明智,带王也被废为庶人。 在这种雷霆手段之下,其余藩王人人自危,见文帝处理的都是自己长辈叔叔们,手段却极其强硬,朱棣为了活下来,甚至装疯卖傻,尾身于朱眷之中,最终选择造反也是为了保命,故而整个靖南之意的来源是朱允文的错误学范。 朱元璋并没有杀他的理由,另外还有传言说朱元璋叫朱棣前来是有意传位,这种说法更加不可信, 若是朱元璋有这样的念头,便不可能为了朱允文处死朝中多数文官武将为他开路,况且朱棣夺得皇位后,延续了朱允文的薛藩政策, 折中考虑朱元璋换朱棣前来,很有可能是缓和他与朱允文之间的关系,让他以最大藩王的身份支持朱允文。 有了朱棣的震慑,薛藩也就不会急功尽力仓促执行了,长达四年的战争或许也不会发生,只可惜朱元璋还是老了。 日伯西山的一代帝王,终究没能等到燕王,便合上了眼,此书中已经将鬼谷子和太上老君相提并论, 前者乃是道教之中的最高神级,三清之一,在杜光廷的渲染之下,鬼谷子开始具备道家的一些特点,但对他的神话却远不止于此,随着时代的发展,鬼谷子还被赋予了兵家形象,国内外都涌现出一些带兵作战方面的作品, 葛洪在《爆谷子》外篇中正式将鬼谷子定义为掩饰,目的是引出阶下里他在鬼谷之处得到成仙的论述,如果有些居心叵测的大臣尽现谗言,将会直接引起朝廷的混乱,红石的死亡意味着皇长在制衡的消失,乾隆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掌握朝政大权,朝中诸位大臣也只能选择服从,雍正用红石的死, 换来了后续乾隆王朝至少六十年的稳定,乾隆也十分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,同时对哥哥红石也存在一丝愧疚,毕竟他算是用自己的生命稳定了未来自己的统治,所以没多久,乾隆就为红石恢复了爵位,庇佑了其子孙后代,也算是对他本人的告慰。